哈喽,大家好,我是男青年,我这两天在练车呢,今天在徐州市区,这个考场,科姆三,九里考场,摸尼,摸尼了一圈,然后又练了一圈,也就是说,今天的话练习,明天的话还是一样的练习,后天的话正式考试,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考得过去,我已经快考满五次了,如果这一次再不过去的话,那我估计快凉了,那真的快凉了,也无所谓了, 反正是用心的对待每一次考试,能不能过去,这我也是管不着了,至于以后还考不好驾照,别的事情我也不想再管了,没有任何意义,没有必要,刚刚在录这个视频的时候,前面一辆公交车走了,这辆公交车挺难等的,现在是在市区这边,所以我要回村里,要坐公交,我的驾照是2017年报名的,要不是今年特殊 期间,不然的话早就过期了,又延迟了半年的时间,所以说明年初过期,以前的时候总觉得考试的话,需要找教练练习,现在教练跟我说,叫我在场地附近,租人家的车,一个小时100块钱练习就行了,今天练习一个小时,模拟200块钱,一共300块钱,明天也是300,一共是600块钱, 这样子的话也好,只要约上了报考的时间,直接的话就能预约车,这样子的话就方便了很多,多简单多省事,我要早知道这样子的话,上半年我都不会在家乡等这么久,所以说信息改变时间,时间就是金钱,耽误了我挣钱的机会,真是让我心痛不已, 今天和我一块练车的还有一个女生,戴眼镜,她已经是第四次考试了,前三次的话已经失败了,她比我还强一点,她最起码很多大的项目都过去了,我是连直线行驶都没有考过一次,我失败这么多次,直线行驶的项目都没有到过,最多的就是到加减档操作,所以说我的技术还不如她呢,我也想好了,做了最坏的打算,如果这次不能考, 考过去的话,我再考虑一下,要不要再报考,因为下面还有两次机会,我这时是第三次考试,如果要是再不过去,那真的要考虑一下了,也无所谓,对于我来说又没有钱买车,考得过去有什么用呢,不就是多了12分吗,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小福利罢了,科目三我已经练了很久很久了,从2017年的时候就跟着练习,后面又练习, 反正练习很长很长时间,每次都在细节上,不是转向灯就是点擦车上面出错,我真的是服了我自己了,无所谓了,反正不论怎么样,过不去就是过不去,已经很用心很努力了,实在过不去的话,那我也没办法,要是这一次过不去的话,以后我也不想考驾照了,不过我好了想吧,做人有点信心,以后买了奔驰再考驾照也可以,行吧, 感谢大家的收看